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火炬取名为新火 不仅承载了传递圣火的功能 更是从视觉美、文化美、功能美三方面 体现了独特的亚运美学 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火炬取名为新火 火炬整体设计聚焦两主文明 在聚观处运用了两主文明中的礼器 玉丛作为意象表达 巨身的图案样式也附有两主元素 在巨身上我们刻有的是 两主的螺旋纹的一个变化的设计 螺旋纹在两主是运用的比较广泛 也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式之一 从整体来看 火炬呈现的是一个方圆融合的状态 巨身除了两主的螺旋纹 还通过线条的形式有更丰富的表达 巨基的设计整体四面八槽 八条纹路代表着浙江的八大水系 四面八槽的纹路 也更便于火炬手们抓握和传递 在颜色上 火炬则是采用了由单柜金到红韵子的过度渐变色 在材料选择上更是遵循了亚运会 绿色节俭的半赛理念 整体的材料采用的是可回收的金属和塑料材质 我们的内部的这个燃料采用的是饼丸 在燃烧之后也是一种清洁无毒的这样的一个能源